請教官跟大家分享一個好消息 頭條開獎頻道已經突破百萬訂閱 感謝全球網友的支持讓我們更強大 許多的網友引頸期盼 而我們正式宣布 頭條開獎頻道開會員囉 邀請您加入會員 成為頭條好學生 頭條自由生 或是頭條模範生 加會員支持頭條開獎 一起成為最有影響力的華文心事女 本來我們看到俄羅斯 它對於其他的國家都在要求 接下來你要跟我買能源的話請用盧布 可是人民幣就可以使用 俄國原油賣家向中國買家提出了 人民幣付款這個選項 第一批用人民幣買的ESPO原油 將在五月份交付中國獨立電油廠 所以用人民幣也OK 這是一種友好的表示嗎 這是一方面友好 另外一方面也是現實環境上 這是比較可行的方式 你現在你到哪裡去搞那麼多美金 你的戶頭都會凍結 對不對 那麼這個SWIP的也不存在 所以你要雙方 中俄雙方要有一個互歡的一個機制 那麼這樣怎麼樣 怎麼樣怎麼樣 怎麼樣這個交換這個 貨幣做進行交換 然後計價啊 什麼這個避險的 我想他們很快要做出 只要俄羅斯同意說 好啊 那你就付人民幣就好了 是啊 因為我也覺得俄羅斯現在也需要人民幣 我覺得人民幣的話 它將來就是說 它不一定要拿到國際市場 那它可以很多需要的 它的不管是工業的 各方面產品化 它把它的採購項目就放到中國來 對不對 我就直接 你買11多人民幣 那11多給你買回來 人民幣的交易量不就又增加了 對啊 你過去都要換成外匯的話 你就讓美國人睡著 躺著睡覺24小時 就砰砰砰一直進帳 對不對 你只要有人來 你只要有人來買美金 用美金交易的話 你那隨便 隨便的 我們都透過這個 我們都匯過款 對啦 你看那個匯款 誰賺錢 就是那個Swift在賺錢 是 對不對 那你美國人是躺著賺錢 那你現在你兩邊交易 你必過美金嘛 是 這也是環境迫使 所以我覺得 這個是一個 這是一個不得不然的一個管道 而且會 我覺得隨著這個戰爭 往繼續下打 它的需求量還會繼續增高 那什麼需求量 人民幣的需求量會增高 好的確 不過現在呢 因為我們看到 這個大陸方面有疫情 那麼這個載油的郵輪說 苦等要進入大陸的港口 你知道現在等待的時間 就拉長了 從原來4.46天 甚至還有增加到15天的 畢竟呢 中國大陸有封城 那麼正在削弱石油的需求 當然也因此打亂了物流跟運輸的情況 所以呢 現在說來自於俄羅斯啦 伊朗啊 委內瑞拉等 大約有2200萬桶的原油 要苦等入港 這個情況呢 到底要如何的緩解 這個老師怎麼看呢 對這個的確是比較特殊的狀況 很明顯就是受到疫情的影響 因為我們知道 這一波的疫情影響 其實對於中國大陸的一個 經濟的景氣 跟一般這種企業的預期 已經有一些這個負面的一些 這個訊息跑出來 所以對於習近平政府而言 應該是個很重大一個挑戰 因為整個包括疫情 包括經濟 對於年底的二十大 還是非常重要的關鍵 因為這裡面主要的關鍵字 還是一個穩定 那穩定包括物價 穩定包括經濟的這個成長 穩定包括那個疫情的 拿捏跟掌控 所以這些都是目前 急需要去馬上面臨的挑戰 那像這個 這個大批的這個油啊 停留在外海的狀況 如果短期之內不解決 還是有一些傷害的 對 但這似乎呢也顯示說 其實用油還是有它的需求 只是現在呢 畢竟是礙於這個短期之內 你看到這是不得不得手段 封城了嘛 這個港口當然還是有在運作中 可是畢竟就是沒有辦法 像原先那樣 所以現在等待的時間 就因此拉長了 我想這對於經濟來講 的確是投下了另外一個變數 不過呢現在對於戰情 現在二烏戰還在持續 這個到底要拖多久 大家都在問 所以來導播請給我們看下一張圖 我們要來看的是 但是現在呢這個二新社 它有報導喔 欸 競平 說波蘭跟波蘭地海的地區 要封鎖俄羅斯飛地 這個地方叫加里寧格勒 它是一個俄國最西邊的領土 但是又距離俄國說很遠 說遠達600公里 結果把俄國的外交部副外長啊 氣得不得了 還說這個叫做玩火的行為 這個到底是會為這個戰局 投下什麼樣的變數 因為連波蘭跟波蘿地海這些地方的國家 都開始有動作了 在90年代那個立陶宛 宣布獨立脫離整個俄羅斯國協之前 那個地方算是 那個地方本來就只是俄羅斯的 就是沒有離開俄羅斯這個領土太遠了 那等到立陶宛脫離出去的之後呢 中間就隔了波蘿地海三個國家 然後尤其是立陶宛 然後你變成你要飛到的這個加里寧格勒 你的確就是變成它是一個海上的孤島 它在那個立陶宛 就是這個紅色的區塊對不對 它就在立陶宛跟波蘭之間 它下面紅色區塊下面是波蘭 然後 這邊 對 麻沙在這裡 對對對 再過來是白俄羅斯 這邊嗎 對 所以你看中間隔著波蘿地海和這個 這個三個國家 那俄羅斯要去那個地方 的確是有它的一個距離和編長莫及 如果說真的要對它動什麼手腳的話 是可以讓俄羅斯很火大 當然俄羅斯就可以有 因為那是俄羅斯的領土 俄羅斯還是可以拿回來的 只是說 這對俄羅斯是一個很嚴重的挑釁 等於你就是 親門踏戶 你是不是就是要跟俄羅斯叫板 然後是不是要跟俄羅斯開戰 因為你把他家的那個 可能比如說我們在講人家門口的那個 一個棋樓一個地你給他拿走了 那俄羅斯他 他雖然還是可以出門 可是他就會不爽 他的地怎麼不見了 那所以俄羅斯的副外長當然會認為說 這是一個玩火行為 其實嚴重的來講就是 四同跟俄羅斯宣戰 那當然 因為你動到了俄國認定的是 他的領土的範圍 對 那當然波蘭跟立陶宛這些北約的國家的成員 你要做這個動作也要小心美國是不是在背後 慫恿你這樣 然後點到為止就好 還是真的支持你去這樣子的做法 那不就 會變成無可避免的拜登所說的 美國就要跟俄羅斯對上了 所以我覺得有一點就是故意踩你的紅線 我又回來了 踩到你家的門口 我又回來了 就是測試一下你俄羅斯的這個反應 俄羅斯之前不是上禮拜跟上個月底 三月份的時候 軍機都有出現在波羅的海那邊 其實也是在宣誓他的主權 就是在做給這些北約和北歐的國家看 好不過在此同時呢 我們要看到 現在呢俄烏雙方都在互指對方的錯 那麼但是究竟誰殘暴 誰說話 算數 你看喔 紐石這是美國的媒體嗎 他們揭露了一個影片 說烏軍疑似射殺了俄軍的戰俘 還被拍者說是滿身傷了 這個俄國的軍人是滿身都傷 然後影片裡還聽到一名男子喊他還活著還在喘 但是如果他還活著的話呢 那麼他已經是一個戰俘了 烏軍真的要這樣子對待他嗎 結果就有一門烏軍朝他開了兩槍 看對方在動就又補了一槍 傷者就沒有在動 那這還是紐約時報他們自己揭露的一個影片 所做出來的一個報導 但是在此同時呢 紐石也有另外查證了一個最新的影片 是什麼呢 這下子你就要說是俄羅斯他有錯了吧 因為俄軍朝著布查證一個自行車的騎士 他就是經過然後就開火 結果無人機還拍下了這樣的一段過程 我想請問李老師 所以這樣其實同樣都是紐約時報 但是他針對不同的一個影片畫面 做出來的一個不同的報導 看似是烏軍對待俄軍的戰俘不當 而另一頭是俄軍是朝著平民在開槍 我覺得這兩個事件都很糟糕 目前我覺得最重要的地方就是說 還是要有個比較第三方公正的機構去 把這個事情來龍去脈查得清楚 雖然非常不容易 因為我們知道在一陣子之前 我們也看到一些影片就是說 好像有烏克蘭的政府軍朝著俄羅斯的 這個戰俘的膝蓋開槍 當時也是引起渲染大波 那前幾天被一個更大的事件 我們討論過很久的布查 小鎮是不是有所謂的這個 犯了戰爭罪相關 但是這些消息目前大概都是媒體所披露 那我覺得公信力還並不足夠 還是需要一個比較公正的第三方 而且是各方不管是北約美國 烏克蘭俄羅斯都能夠信任的東西 去做調查 不管是ICC也好 或是乾燥過去聯合國安理會 都會成立一個特別調查委員會 但是因為現在比較麻煩的地方 是美俄雙方基本上都是當事國 所以比較難去釐清 我覺得這很重要 但我覺得還要特別留意的是 布查事件的後續效應 因為現在看起來有點是一個 北約陣營內部在一個合理化 就是對俄羅斯採取更強烈制裁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原因跟證據 包括我覺得像是德國之前 對於能源制裁 它有它的底線 比如說我北七二號我停止 但是我加入你的什麼能源制裁 我可能愛莫難助 但是目前看起來 德國政府有一些官員已經講 把跟美國慢慢的這個逼近 主要的原因就是布查的事件 所以它的後續效應 就是讓一些比較中間猶豫的國家 甚至像是德國 它立場可能會有些鬆動 所以一切的源頭還是要回過跪去 因為這種屬於不應該發生的事情 俄羅斯不行 烏克蘭當然也不行 所以一定要讓它水落石出一天 否則這個事情就變成媒體 釋放訊息 然後被個別國家所用就很糟糕 我們來幫大家來科普一下下囉 好水神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 會還原變成了水喔 這個換句話說是完全不殘留 也沒有任何的污染 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 也完全都不會刺激皮膚 小朋友、baby、兒童、孕婦 完全都可以用 歡迎大家上快點GO 好!